大家好,今天是8月2日,星期五 今天四月又下跌,跌穿了17000點 基本上這也是可以預期到的 今天來說,升的板塊已經很少 只剩下三個板塊 三個板塊我還看一看 第三個板塊是其他的,即使有很多ETF 醫療保健是好,電信服務還可以 綁織和這些都好 這只是跌得少,不是升得到 看看 其他的,沒什麼人能買到 醫療保健方面的時期之中 有些要升得多一點 其他也有些東西 基本上這條板塊就是沒什麼要炒 人家轉為炒這些東西 電信方面基本上也是 已經說過了 一到中餘洞升就不太好 市值應該跌 一到中餘洞升的錢就把儲存金 服裝和服飾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不過一般都是屬於民生物用 來不久到什麼東西的話 市跌就會稍為被人留意一下 家庭個人護理亦同樣是這樣 好了,先別管它 看看今天 一片綠 不用說了 匯豐跌了3% 阿里巴巴跌了2% 美團就跌了4% 燃股基金又跌了等等 都沒有說了 再其次我們看看 這個大使來講 大使來講就很簡單 升不穿 因為這個保利家中途中向下 所以就倒下來 希望永遠都在人間 這裏是十字星 昨天說,如果它維持升上去 這個就好東西 如果維持升上去 昨天說 能夠升上去再升上去就好東西 不過它就不行了 拉未滾下來了 現在這裏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十字星 十字星是怎樣呢? 十字星就是 也不是說一定不好的 譬如這裏來到這裏 這裏都是一個十字星 如果它在這裏能夠 跟著之後能夠發力上去 升穿了保利家通道的中途 這樣也有不同世界的 不過似乎 要升穿的話 有七百多點的差距 能夠抽穿它 也是 需要多一點點的力量 不過又不是不可能的 希望在人間 好了,今天可以去看看 這個留意的是什麼呢? 今天留意的是泰格醫療 臨時